大家好 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你看我的SILERIA 這是盆植的 那到現在已經盆植半年多了 其實我覺得狀況好像還不錯 這個是火30 他用火30種的 那時候賣家來的時候就用這種種法 其實看起來根系也長得還不錯 那整體下來我覺得透水性也好 然後種起來的狀況也好 好像都還不錯 就是看起來非常的很適合這個環境 那它的缺點大概我覺得就是比較容易乾 所以你看我這個葉子有點缺水 有沒有看到 這是比較容易乾的關係 那可是看起來新葉的水分又是飽滿了 所以說不定那個舊葉是準備要掉了也有可能 那看起來它的那個底部的根系好像還不錯 可以看到下面這個 這個都是他 這個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這個是它的根系 那因為它透水度很棒的關係 所以其實目前看起來不會爛根 不會爛根 然後根系長的狀況也還不錯 也還不錯 當然這個跑出來外面這是算例外 那其實我看裡面的根長的都還不錯 只是我有點水分有點膠 感覺膠的有點過少了 我知道它有點缺水的感覺 而且葉子也長得還蠻大的 比原本還大 表示它的肥份的吸收也還不錯 所以可能以後如果我想要種盆子的話 我可能就會採用這種火山石的縱法 我覺得還蠻適合這個是熟龍狗的產地的 這個比較少一些 那看起來是還不錯 那其實我還有另外一盆是用木片做的 那可是這種因為很輕 所以那種感覺起來很輕 然後好像還蠻好管理的 但是我就喜歡看那個 它微圈就是它那個葉子就起來 就是因為這種是TKB的個體 你看葉子太長了 它起來的時候就是這種 那種要垂不垂的感覺 因為就往下凹的感覺 那種感覺就很無精打開 有沒有覺得那種板子的狀況下往下垂 每個這種感覺就超級棒的 對 這也是差別之一 不過如果未來明年的平秒來的話 我可能有些還是要用盆子的方式去種 因為空間會比較有限 你的盆子會比較可以堆疊比較多的東西 只要用立體方式去堆疊就好 那板子因為它是要一個平面型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要種到很足夠 還比較麻煩一些 因為你要有很多的牆面可以掉 那盆子其實只要一個台 那你就可以放個15盆以上 那空間其實也佔的比較小 它可以一層堆一個一層堆一個 可以堆好幾層 那所以其實它可以養的那個量會比較多一些些 那你看 所以其實如果用板子這個是用火30 你看看這個 這個根系都還還蠻活躍的 那也不會有爛根的現象 你看這個裡頭 這個這一條一條都是根 那看起來新根就一直長 然後盆根也長得不錯 然後還有新根 這個也是新的牙根 那根牙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看起來蠻適合這種 Sideria 至少 至少以盆子的角度來講 它非常適合 那但是它可能透水性比較好 所以呢 可能要水要澆多一點 那我比較放 我比較放在陽光比較強的地方 然後算是一個測試品 但是測試起來結果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明年如果要用盆子的話 我可能會採用這個方式去種植 利用這種粗料型的盆子去種植 這是這個是火山石 然後整體起來很輕 跟木塊很像 那火山石這一類的東西 是應該不太會浮喚 最多就長長綠綠的青苔 而且價格又很便宜 這個非常的便宜 那所以我還覺得還蠻是 蠻明年可以來試試看的 等明年的新的小牙 小苗到了的時候 那小苗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可能就把它移到這種火山石種種看 看到底適不適合種植的狀況 但以這一顆的目前而言 我現在實驗品就一顆 以這一顆目前一顆的實驗品而言 它算是種的還不錯的 而且葉子啊 所有的狀況都還不錯 根系也很漂亮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缺水 缺水 缺水可以 焦水就可以解決了 這還好 只要不要爛根 像有些 用水草種的就久了以後就會爛根 萬一根都爛光光 那看起來這個 就是沒有爛根的感覺 所以我想要把一些的像 T字蝴蝶蘭 移到那個火山石裡頭看看 看長起來未來狀況會不會也是一樣不錯 那如果一樣也不錯 就會把一些東西改成盆子去種植 你看這根很漂亮 根很漂亮爬出來 OK 好感謝收看 如果喜歡頻道記得訂閱跟分享我們 這個就是盆子 應該過半年了吧 半年的結果 好感謝收看我們下見囉 掰掰